後來那天突然間想開了 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我少一個兒子 那我不如多一個兒子啊 那不是皆大歡喜嗎 我有個妹妹就 打電話給我說 我想要知道你兒子是不是同性戀 如果 如果是的話 我的老公沒有辦法接受 我當下就想 你老公跟我批事 重要的是 知道兒子是同性戀 父母應該要去找一下資訊 你如果不想跟他漸行漸遠 你就是要去了解 你就是要主動啊 身為一個媽媽就是 兒子帶那個 另外一飯來帶你吃飯 是什麼感覺 沒有什麼感覺啊 就是家人啊 我們家又多了一個人 什麼 這是好事 多一個趁飯的 多一個陪媽媽吃飯的啦 對 蠻特別的嗎 蠻特別的 現在接受度應該會高一點點啦 可是就是 好像能夠這樣子的 好像還是很少 會算 會算 可能是長輩會比較均速 長輩會 不曉得怎麼面對你 很像 就他們可能也想要正常 但就是 沒辦法像你們那麼自然 很像有點 在意就在意 內牛 啊你們家就是 一切就是很 自然 因為我們是很虛偽的家庭 媽媽也是蠻愛開玩笑的 因為我自己知道的時候 我也是掙扎過啊 也是經歷過啊 那有辦法 真的說知道了就 啊我永遠支持你 嗯 你覺得要有一個心路的過程 對呀 對呀 那個 我們家還有衛哥哥啊 他其實他先出櫃了 那你那時候哥哥出櫃有 怎麼感覺嗎 我很早就懷疑啦 他國中的時候我就一直很懷疑啊 可是國中也不會交女朋友啊 國中不交女朋友才奇怪 如果他國中開始就有特徑的女朋友 我就不會朝這一方面去想 可是阿姨 你那時候就最同性戀 就有概念嗎 有啊 我以前很早就看過那個孽子啊 那你現在走得很前面耶 那個電影啊 我目前很叛逆的耶 真的喔 對啊 那他真的很遺傳 大人願意叫我不要做 怎麼就是約要做看看 那你怎麼開始慢慢接受的啊 其實我接受也很神奇 就是遛狗 然後就接受 大家都遛狗喔 會接受董事 歡迎來借宰宰 後來是那天就是天氣很好嘛 突然間 其實我掙扎很長 那段時間 第一個我不知道怎麼去面對他 第二個我不知道該怎麼跟他相處 然後第三個會覺得說 怎麼那麼倒楣啊 怎麼倒楣啊 對啊 你有沒有在我家啊 對 後來那天突然那天想開了 就是說 我為什麼要想那麼多 我少一個兒子 那我不如多一個兒子啊 那不是皆大歡喜嗎 嗯 對啊 管他愛的是男生女生 放棄 對啊 以後小男生一點 有照顧我就好啦 有陪著我就好啦 確實是 對啊 圍繞在你身邊 然後就這樣 所以帶來吃飯啊 對 呵呵呵 歡迎你們都來我們家吃飯 呵呵呵 對我們家好像真的就蠻特別 所以那時候我去被我媽逼出櫃 她問我說 啊你到底什麼時候要帶 女朋友回家啊 我就說你到時候就知道啦 她就說 啊你這樣回答就是男生啊 你就是喜歡男生 這麼直白 我就為了賭氣 我不喜歡拐彎莫獎 我就說那我就知道 我也知道你知道啦 然後還有 我好學出來 我要幫她出櫃 我還演一齣戲耶 跟爸爸出櫃 真的喔 他就跟 他演一套戲 讓爸爸就是說 可能喜歡男生 我好難過 就是打同情牌 然後讓我爸同情我媽 那其實我媽都已經執勤 已經set好了 他在布局 那很用心啊 不是喔 我會覺得 就是因為剛好那次選舉 沒有啦 平權啦 對啊公投 那我先你想說 不利用這個時間 把這個事情 因為剛好在那個議題上 對啊 那還要戳到什麼時候 我們瞞得也很辛苦啊 而且我很怕瞞到後來爸爸知道 我知道沒有告知他 我就完蛋了 我覺得以父母來說 女性好像都接觸過會 比例會比較高 為什麼 因為媽媽有十月懷胎 嗯 爸爸沒有 幹嘛呢 對 好了 爸爸後來有幫忙投同意票 那你有什麼話想勸勸一些 跟你當初一樣 那個砍就是過不去怎麼辦 他們又不是 當年年輕的時候 又跟我不一樣 我那麼叛逆 他們的那種想法 你很難去 去那個啦 也對啦 我剛剛有聽到我朋友是 媽媽以死相逼耶 就是一聽到 兒子喜歡同事 他是以死相逼 我覺得 這個是 媽媽沒有知識 長輩沒有知識 長輩沒有知識 不是 長輩無知 其實齁 在同性戀 長輩無知 哈哈哈哈 真的啦 其實有同性戀 在人類有就有同性戀 嗯 為什麼平具 都是男生扮女生 嗯 歌仔戲 為什麼是女生扮男生 哦 其實其實 古早就有這種 古早就有 其實有人類 就已經有那個同性戀 你像那個 羅馬帝國 他們也不是 他們不是也是同性戀嗎 那你哪裡學來這麼多東西啊 看電視喔 沒有啊 你看那個 羅馬時期的那個電影 你可以看得出一些端倪啊 哦 所以大家多看電影喔 哈哈哈哈 重要的是 知道兒子是同性戀 父母應該要去找一下資訊 我剛開始 是把同性戀 當成一種地 嗯 對 我也曾經跟哥哥說過 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那他好說 你才要看醫生嗎 沒有 他只有 他不會這樣跟我講啦 然後他只有說 媽媽這個不是生病 然後我就很驚訝 所以我就開始 找一些書籍啊 前任時間也很夯啊 電視 常常有一些 作談 談這個節目的 主題的那個 那其實你真的很走得很前面 不是啊 因為自己的兒子是這樣啊 你如果不想跟他漸行漸遠 你就是要去了解啊 你就是要主動啊 我有個妹妹就 不討厭 打電話給我說 我想要知道 你兒子是不是同性戀 如果 如果是的話 我的老公沒有辦法接受 我當下就想 你老公干我屁事 對啊 他說如果 你的孩子是 我們姊妹也不用做了 我就跟他說 現在就可以不用做了 直到後 你老公沒有辦法接受 你老公有沒有辦法接受 干我什麼事 對啊 人家家的小孩跟你屁事 過了在上面底帶 拜託 我們家的小孩也是很優秀的 好不好 長得也不錯啊 蛤 那我確實是 開始出櫃 然後 跟朋友 家人都公開之後 我的心態 跟個性才變得在 更 更淺化 對不對 就是 更進化 以前不曉得孩子 是 每天你就急著很想要找答案 每天唯一重要的工作就是來找答案 看是還是不是 所以確定孩子 試了以後 就反而安心 每天還真無聊 沒有 沒有那個 功課可以做的 每天還真無聊 好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